我一直有雷鋒濕關節炎的時候 當然慘了 看很多醫 無醫、細醫、中醫 什麼醫都看過了 我不是很肯打雷骨神 我已經看到香港有些很出名的醫生 我試過生物劑打過不同的針 試過不同的藥 誰知吃藥和打針在一起 肝酵素又高 隨便便停藥 停藥時又沒有作用 又換另一頂藥 總之換了幾頂藥都搞不定 又要去醫院釣藥 那個針不是開玩笑 兩萬多三萬一支 我經常都說 沒有病沒有痛 我應該都有一條街 朋友就說 阿蘇 你這樣走不是辦法 你試試看甚麼 我已經試過 有一個針 敲完後 用桶吸住有關節的地方 然後又會吸血出來 簡直是咳嗽聲 像是同血一樣 很噁心的 被人拍打 你猜穿褲子一樣嗎 不是的 穿短褲 然後他就拍打 哇 拍到整隻腳瘀了 又試過 另外 又試過去做甚麼呢 就是被人的小針刀 這樣就拍在那裡 然後你就拍在那裡 不知怎樣插 刀下去 然後流血 你插後面 因為你看不到 那你就沒有問題 然後有一天 他就說 這樣嗎 你抹開口來看看 我抹開口 我抹開口 他預備 哇 飛支針進來 哇 我突然說 幸好我又敏捷 這樣 他說 新的舌頭 他說 你舌頭紫了 不行啦 要放血 你給我插一針下去 哇 不行 我以後就去看他 第一件事 慢慢說 大家沒甚麼 就這樣保持一個距離 這個醫生 我帶過一個朋友去看 他有陽間症 他就說 沒有問題的 你帶他來吧 我有辦法的 我跟另一個朋友 跟這個陽間症的朋友 三個人去看醫生 醫生說 看看 可以啦 躺在那裡 就叫我朋友躺在那裡 躺下之後 他就找東西 遮住我朋友的眼睛 他就去拿了一瓶 大家有沒有吃過 Fondue 像一瓶 插著牛肉 差不多有手指尾 那麼闊 只要扁一點 然後 那瓶子 那麼長 然後他在消毒 又在談火 我跟朋友 撐住了 他搞甚麼 死了 很害怕 不知道把那瓶子插到哪裏 他就真的 燒完那瓶子之後 他就走到我朋友那裏 我們倆人手插手 很害怕 為甚麼呢 他就在朋友 正正在這裏 把那瓶子那麼長 手指尾那麼闊 薄一點 金色的 就這樣插 我朋友已經說 好痛啊 你搞甚麼 我們說 沒有甚麼 好像應該是針來的 現在痛一點的 忍一下吧 我看他一直插進去 一直插進去 我們倆人手不敢出聲 我朋友因為蒙著眼 說 好痛啊 好痛啊 我們說 忍一下吧 很快就行了 那醫生一句話都沒有說 就這樣 真的把針一直插進去 你直接可以在頭皮 看到針插進去 你知道針可以插進去嗎 插進去嗎 我想他插了那麼深 真的有一隻手指那麼深 你想想插了那麼深 他都真的很忍得 好痛啊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他沒時間 他就把針拿出來 按著一會 好了 我朋友睡了一會 就讓他起床 我朋友就說 怎麼那麼痛啊 我就說 對啦 他找一些東西 跟我們一樣 插著插著 是痛的 我們的後背部也很痛的 他是這樣子 在沙田一些屋邨裡面 你試試看吧 應該有用的 我也去看過 老實說 你有病 沒什麼可以處理你 那你是否什麼都試試 我什麼醫生都看 我心想有沒有壞 我說不用吃藥 他說不用 我說不用打東西進去 我說那就好 去到沙田 司機倒下我 我說怎麼進去 他說這裏進去就可以了 走進去就是了 他說我也上過一次 叫司機先去探路 進去後 就好像中間有個天井 去其中一個 不知道多少個樓 門都沒有關 是一道櫃 敲一下 很小聲敲一道門 打開櫃 見到房子很刺 這邊手上貼上牆 有一張床 床的這裏就有一張桌子 有個女人 有點串 做什麼 不知道什麼什麼 介紹我來看醫生 因為我又有女福生關醫院 我又不知道什麼 不用說 我不懂醫病 總之我就是這樣的 見到床的隔壁 有一個膠盆這麼大 那個盆都已經這麼深 然後有一堆東西淋到這麼高 那堆就是薑 他就說 我們就這樣的 你躺在那張床上 我們就用薑來磨你 然後磨完之後 我們就用保鮮紙包著你 然後你就躺在那張床上 蓋著一張皮 大概是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脫回你的保鮮紙 然後你穿上衣服就可以了 我立刻看一看 睡在旁邊那個 不是女人 是馬佬 莫非那張床 他睡完 我又要睡上去呢 還要我沒有穿衣服 因為要脫衣服來磨 磨完之後還要包保鮮紙 我就說 我就是 不相信不要來看 我想問清楚 不能問清楚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 我心想 打退堂鼓是時間 好啊 那我回去考慮一下 總之我了解了這種情況就可以了 嘩 馬上 9秒9 離開他的屋子 你床 又不知甚麼人睡過 你床 又不知甚麼人蓋過 然後我要脫衣服 讓你在磨薑 磨完薑之後 那些毛孔大了 然後 我不知道你家裡乾不乾淨 然後你用保鮮紙包著我 那床裡的髒東西 可能吸進我身體裡 嘩 想起都害怕 真是奇怪的 我的朋友 他又有膽去試這件事 試完這件事 你明知道這麼醜 然後你又會推薦我去 真是莫名其妙 有很多人問我 可否介紹你的醫生 甚麼醫生給我 我一定不介紹 原因是甚麼 醫生適合我 又未必適合你 大家不要怪我 不介紹醫生給你 好像這個朋友 介紹我去磨薑 我真是想和他絕交 講看醫生 真是天亮 講到天黑 都講不完 還未講完 還有很多東西你聽